诶 有的话 有人说动物的粪便 不能直接浇在花上面 会容易烧花 为什么我的一盆绣球花 我尿了泼尿 它没死 你可能不算动物 你是灵长类的 高级人类 那您要了解 像一些个动物的粪便 如果说直接去给花卉用 它是产生一定烧花的 那你偶尔来一次 它没什么事 您要了解 这个盆土里面很复杂的 它有很多的微生物 而且 你像咱们人类也好 动物排的也好 它的一些粪便 都会被自然降解 会被微生物自然降解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猛的一进来 可能那些微生物 哇 好吃的 它就跟着分解了 偶尔一次没什么事 不建议大家 闲得没事 老让孩子往花盆里边尿尿什么的 尿的多了 它总会烧的 好吧 就跟人一样 吃西红柿一顿吃四千斤也可能致命 但是你要盖它这个点 好吗 臭宝 嘿嘿嘿 是你呗 这种问题 有就不要问了 我是老花姨 养花青产心 下期再见 也不给老花姨 我再次扶一顿 谢谢观看